随着现如今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咖啡走入了更多人的生活当中 它不再是小资情调代表 甚至是连星巴克现在都只是一个网咖 虽然需要自带电脑 现如今不仅是年轻人爱喝咖啡 连那些退了休的老年人 年发一族也渐渐开始喝咖啡了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 老年人都是喝茶的 现如今他们也开始喝咖啡了 那么咖啡和茶 哪一个对人的身体更好呢 这是一个在坊间争论了很久的问题 最近这两天我所关注的一个博主 就是伯格医生 他在全球有上千万的粉丝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的大V 他在他的节目里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茶的确是优于咖啡的 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 喝茶对人身体的一些影响 这些情况是需要避免的 尤其是咱们的银发一作 他所说的三点 第一是丹宁 丹宁会妨碍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尤其是维生素B1 丹宁是茶和咖啡共有的 所以别觉得喝咖啡可以避免 咖啡里面也有 第二是荧光剂 外国有人很多喝的茶 他们都是那种淡泡茶 因为他们所饮用的很多茶都是碎茶 他们必须用那个淡妆 那个淡很容易有这个荧光剂的残留问题 第三就是咖啡因的摄入过量 喝茶的别以为自己能幸免 茶叶里的咖啡因可比咖啡还高 咖啡因摄入过量呢 会在身体上有一个明显的反应 就是心慌 那么根据伯克医生所给的这三点提示呢 我给大家一些品茶的小建议 尤其是给咱们引发一作 第一呢 是关于丹宁会干扰维生素B1的吸收的问题 在他的原视频里面呢 是建议大家去进行补充一些维生素B1的 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是没有特别大的必要的 因为一我们喝的茶没有它那么浓色 他们日常所喝的那个红茶泡出来基本上是红浓的颜色的 而我们的红茶冲泡出来那个汤色基本上是精亮的 我们的茶和他们的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 他们的口太重了啊 咱们的口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在茶丹宁的摄入量来说呢 我们远不如它 同时呢 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有很多维生素B1的摄入和补充啊 不论是红肉啊 内脏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豆制品 豆制品呢 是非常棒的维生素B的补充剂啊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日常饮食当中会经常摄入 因此呢 在国内的这些具有品饮习惯人身上是很少会发生维生素B1缺乏的 即使是吃素的人去 你看那些大和尚一个个是不是 就是这个都标签起状的 满面红光啊 根本不像会缺维生素的样子 第二呢 就是淡泡茶的荧光剂问题 咱们正经喝茶 那谁喝淡泡茶 有吗 现如今呢 即使是公司的招待用茶 都很少会用淡泡茶了吧 就利盾那种 真的 没法看 因此呢 不论是第一点的丹宁对维生素B1的这种吸收的干扰呢 还是淡泡茶的荧光剂呢 其实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么至于第三点咖啡因的问题啊 这期咱们说不完 太长了 我们放在下一期 好吧 那今天就先这样